全球Nits Radio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欢迎您收听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新冠肺炎 它自从第19例的确诊病例开始 其实都有别于前18例的传播模式 可以见得这个新冠病毒的疫情 可能已经从原先的两种主要模式 境外移入 还有就是加护的传播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朝向了 其他的传播模式来发展了 首先到底台湾进入了社区感染了没 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议题 因为我们开学在即 美国跟我政府的认定 其实是不同调的 美国政府认为我们已经进入了 社区传播了 这个我们稍后会谈到 而不明源头的确诊案例 到底该不该公开 这个他的活动范围呢 这个是现在双北市的民众 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焦点 因为我们知道 有其中一个案例 他是北部 生活在北部的60多岁的妇人 她有两年都没有旅游史 所以大家都担心 不公 这可能会是一种社区感染 如果不公布他的活动范围的话 恐怕会更加大 那还有说 就是我们从过去 这个将近30起的确诊案例 专家发现 有四个很重要的平均的 这个日子的数 是需要共同来关切的 一个叫做从感染到发病 第二个叫做发病到住院 第三个叫做住院的天数 我刚才讲有四个平均的日程 很重要嘛 那个第四个呢 就是上面三个均数呢 就是如果跟SARS来相比的话 其实呢 显见新冠肺炎的上面三个均数 都是比SARS更长的 那等一下我们在节目里面 会再继续的相谈 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 它主要是来自于台湾公共卫生学会 以及台大的公卫学院 他们所办的就是说 新冠病毒公共卫生社区防疫的教育课程 所以大家会听到我现场的声音 因为是收入课程里面的精华摘录 所以现场音会比较大 好 我们首先来看到的是说 到底我们进入了社区传播了吗 台大公卫学院的副院长 陈秀希教授 他说根据WHO的这一个 估计的这一种模式 叫做FFX Double FX 有这两种说法 因为都一样嘛 FFX 他说我们确定 还没有进入到社区传播 其实在WHO 本来对这样的 所谓的上呼吸道疾病 就有做所谓的X档案的调查 他的英文名称叫做 FORCE US CASE 所以我们叫做FFX 也就是说对一个 不明的原因的经验调查 他有一套非常完整的 公共卫生师里面的 公共卫生的人做的专业职责 要去做调查 那从指标病例 到共同指标病例 小于24天的发病时间 把它定义成共同指标病例 然后再传染给 所谓的接触个案 那第一波接触个案 跟第二波接触个案 它的传染波是不一样的 而这一个东西 就是目前台湾 在整个加护感染 所用的WHO的最基本的定义 而这些定义也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讲 我们还是在加护感染 因为它的指标个案 到它的接触个案 以及到它第二波接触个案 它的时间都非常清楚 所以像这样非常清楚 完全符合WHO 所谓的FFX的调查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比较容易把疫情控制住 那么大家会讨论的是说 如果疫情真的大爆发了 而且是全世界大流行 那我们自然要让这个风险 越来越近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可能会有的漏洞 还有我们自己所拥有的能量在哪里 那么就依据过去有快要30例 在台湾的确诊的案例 我们这个学者专家 他们得出了一个四个重要的平均日数 这个呢 从感染到发病 平均日数是7天 从发病到住院 进去到医院 没有在外面或在家里面 这个要5天 那么住院的天数呢 平均要17.5天 上述的这三个均数 跟SARS期间来相比 都更长 陈秀希教授他这样子说明 最近发现的这些病例 全部都是无症状 只因为大家回溯 做着检查之后 找到了这些病例 那么这个东西也告诉大家 这次病毒 它确实可以在无症状的中间做传播 那么最怕呢 就像韩国一样 在一个很大的一个积极场所 非常这个短距离接触的 这个积极场所 发生了这种outbreak 或者是传染给一个超级传播者 而这样的东西呢 都是我们自己要非常警戒 那我从台湾的这个防疫的 这个流行并且行线看起来 我有一点是觉得比较安心的 因为台湾呢 在后面的这些case 因为我们所找到的case 都是在前面发病的接触时 也好或现的之间 所以可以看到台湾整体而言 在有一波的小小的 这样的一个加户流行 加户感染之外 在后面的case呢 是不如其他国家 来了这么样的一个密集的系数 所以这也是让台湾在这个 大家在讲涉及感染的同时的机会 相形之下就会比较保守 比较保守 那么我们从现在现有的资料 开始慢慢要对台湾的资料 提出一些证据来告诉大家 这是我们根据 所有的网站的资料 CDC的资料 新闻媒体朋友的这个 这个的帮忙交叉比对之后 我们知道在台湾目前这24个病例 这28个病例 我们得到它的这个 从这个感染一直到发生症状的 潜伏期时间呢 大概是7天左右 这是目前台湾的data 比中国大陆的这一个 他们的这个潜伏期呢 来的稍微长了一点 各位报告 然后呢 我们也做了台湾呢 从发病到住院的这28个病患 它的这个住院天数 以及它的这个发病到住院 等待的天数以及住院天数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整体而言我们发病到住院 大概很短大概是5天 可是刚才我们看到 我们的住院天数也非常的 也达到将近快两周以上 这个就跟刚才 我跟大家讲在康复 那台湾目前的这些病人 也慢慢在康复中间 但是他所需要的医疗的 也会看到他的住院天数 的资源相对的多 那么相对于当时我们的SARS 它的潜伏期 因为它是在发烧之后 干燃给别人 所以潜伏期相对的稍微短了一点 那么发病到住院 因为他是发烧 所以让他到住院的时间非常短 可是他的住院天数呢 就会比我们现在的这个 COVID-19来的稍微短一点 那这个就是我跟大家来 报告一下目击 至于这个新冠肺炎 它的传播途径 我们这个相信 大家都是熟悉的 但是我们再一起来听一次 这个是由专家所说的 他是台大的公卫学院环境与职业健康科学研究所的教授 张静文 张老师他这样说 以目前如果对冠状病毒的这个整体性的了解 所谓接触性的传染是很可能会存在的 那飞沫的传展是大概是在 所有传播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途径 那所以以这些的途径来看 我们需要做的角度在哪里 在于环境的消毒 既然他会停留在那些的表面以日暖剂 那么环境的消毒绝对是社区民众可以做 也应该要努力去做的一个点 第二个是手会直接接触到我的口鼻 所以感染者一定要自己戴口罩 不可以用你的手直接接触到你的口鼻 比如说咳嗽打喷嚏的时候 这样子出来的飞沫污染你的手 会影响很多跟你接触的人 因为这样的直接接触 而让他发生其他感染风险 那对一般民众来说 我们的手也可能去接触到很多的表面 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注重我们自己守护的卫生 那呼吸防护当然一个重点是要阻绝 属于来自于飞沫的传播 好 新冠肺炎它是一种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其实我们过去有接触过SARS 也有接触过MERS 那么这种病毒呢 它停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常常是以天为祭 如果在常温中它可以存活这么久 我们一起来听张静文教授的分析 甚至是我们有中央控调控制的很好的 50%的相对湿度室内环境的话 可以看得到这边的存活的比例 它到了6天都还有20% 意思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病毒它可以在相对的中低湿度下 而温度是大家喜欢适合的 这种有舒适的温度之下 其实它是可以存活的一个现象的 那SARS冠状病毒跟MERS冠状病毒 对温度的反应也有异曲同工的现象 譬如说SARS在20%跟30%级度下 至少可以存活2小时 除非我们把温度拉到56度C 而且要90分钟 或者是75度C 30分钟 这样的情境之下 才能把它的感染的能力完全去除 那MERS冠状病毒的人就有发现 4度C跟20度C的比较来看 4度C还是它能存活的时间是更好的 而如果新冠病毒真的进入到社区传播了之后 那么防护我们来看它最基础的单位 当然绝对是个人 而不是说可能是学校或一整个社区 而应该是个人 那么我们来看 无论是漂白水或酒精都是有用的 可是它有它的稀释的标准 而且更重要的是专家不断的提醒 还必须努力去兼顾 它可能会产生对人体的过敏的作用 我们一起来听张静文教授的提醒 以酒精或者是含氯的成分 或者是还有含点的像优点 点酒这些基本上对病毒的杀菌的效果不错 那其中酒精呢 它有另外一个优点就是速度很快 那意思是接触我们皮肤的时间 不用很久 它就可以快速的杀死 我们在我们手部上的病毒 那酒精的最好的浓度是 60到95%的一个范围 所以这也是提供大家 就是在手部清洁的时候 你可以想想 你可以选择的一些清洁剂 它的速度 还有它的有效性 这可以考虑进来 那其他的含氯或含点的化合物呢 需要考虑的是还有一些 因为接触到我们的皮肤 皮肤会吸收 可能会有皮肤的刺激 甚至会有潜在的一些属于过敏或其他的健康的考量 漂白水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次氯酸钠为它的主成分 那这边要请大家看一下的是浓度的概念 浓度的概念这边是0.1% 对应回来大概就是我们知道的1000ppm 17ppm的次氯酸钠在一分钟的时间 是可以足够让冠状病毒至少下降1000倍的 所以这表示是说如果我们使用正确的浓度 给予适当的时间 我们是可以处理这样的病毒 那对照现在我们所接收到的讯息 市售的一些漂白水 民众可以接触得到 那重点是民众在去选购漂白水的时候 需要去看漂白水后面的标示 次氯酸钠的浓度是多少 如果它的浓度有标示 大部分的浓度是在5-6% 所以以5-6%稀释100倍 它就会落入500ppm这个的范围 那500ppm是落在我们这个 左边这个报告是要比它低一点 可是我们的接触 我们很多环境消毒的时间可以拉长 现在的建议是维持10分钟 至少10分钟 所以你以这样的浓度 给它相对延长的铺路时间 也是可以确实杀死冠状病毒的 那只是说在这样的使用的过程里面 必须注意到我们接触的还是一个 对皮肤刺激或呼吸道 有可能潜在刺激的一个消毒用品 开学在即 那么在学校 它是一个高度群聚的场域 而且不论是师或者生 或者是学校的行政人员 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整个家庭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来回于家庭 不论如果是家庭里面先有确诊者 可能很快就传到学校 那又或者是从学校里面 传回到家庭 面对到开学而来的防疫 真的是如临大敌 这时候我们就会想到 这里面的战略的重要耗材 那就是口罩 到底口罩能不能再使用 如果它真的要再使用 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议题 张静雯教授他说 再使用绝对不是我们最优先考虑 如果防疫物资容许 我们如果要把它再reuse 再使用等 第一个要考虑的是 这些透过过滤 而让这些微生物 已经存在在这些 使用过的口罩上的微生物 它会不会存活在我们的口罩上 这个答案是会 这是有研究证实 第二个是它如果会存在 它会不会再从口罩上 飞扬到空气中 这叫reusealization 会 而且它会不会在我们去接触 因为要再使用 我会接触到这个口罩 会因为我们手部的接触 而让上面的病原菌 再传播到其他的位置 会 这些都是一些已经有的证据 在哪里 在N95的口罩上面发现有 所以衍生出来的 就会有一些考量 我可不可以有一些消毒 或灭菌口罩的方法 那这里面有一些研究 还是针对的是N95口罩 譬如说会用紫外线灯 这是比较多的研究 在这个地方 有一些会用这个微波产生的热 或者是这个带有高湿度的这些热的方法 来处理N95口罩上面的一些微生物 那我们除了要期待这样的除菌 有一个有效的杀菌效果 就是Disinfection Efficiency之外 我们要同时考虑的是 被这样处理过 譬如说紫外线造色 加热的灭菌 会不会对口罩 本来有的过滤效果产生变化 或者会破坏口罩整个的结构 让我的密合变得更不好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观点会客室 我是陈伟 这个节目是由我们跟台大风险社会中心 所共同制播的 今天我们在谈到就是保命防炎大作战 这个炎是发炎肺炎的这个炎 好那我们今天所谈的许多的内容 是由台湾公卫学会 以及台大公卫学院 他们的教授专家所提出来的专业见解 因为是课程上面的 这个现场实录 我所做的精华的 为各位的精华摘药 所以因此它可能空间因会比较大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几个关键的个案 台湾第一例 因为确诊肺炎而死亡的是第19例 白牌车的驾驶 那疑似的源头呢 政府说是浙江的台商 可是浙江的台商 政府却决定不把它列入第25例 因此呢 就不在疫调 不在疫情调查 不需要调查 它又去可能传染给谁 这个引发会不会感染更多人 而产生了一个防疫的大缺口 这样的疑虑 我们一起来听台大工卫学院的院长 詹长泉教授他怎么样分析 一个个案被感染 然后确定有个案 那前面一定要是个案 那问题是说 如果产生抗体疑 你一直感染 那很多人身上有抗体疑 那些我们的模式里面有抗体疑的人 就不会被感染 所以他在这两个考量之下 就觉得说 如果这个指标个案都已经有抗体的 他的接触者应该都是有抗体的 只是有一些学理 所以就说国家的资源要不要穷追猛打 一定要追这个呢 还是我们中所长刚刚讲 现在我们进到哪个阶段 要把资源放在哪个地方的整备 所以这个政府 好 再来我们继续听到詹院长 我请教他的事情是说 最近在北部为了一件事 可以说是中央地方杠上了 那就是说第24例的确诊案例 这一位北部60多岁的妇女 那她的过去两年都没有旅游史 所以现在这个北部的首都的市长 都对于要不要请中央公开她的生活范围 有了跟中央很不一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针对这一点 我们一起来听 站在防疫公卫的角度 詹长权院长他怎么分析 防疫的要点就是即时透明 疫情一定要是正确的 即时透明三大要素 我从这个第一次记者会就 说明会就讲 你的疫调跟那个个案 可疑个案的人实力都要正确 然后正确以后还要即时 正确有时候还不够 有没有 今天这么多理论告诉大家 这个感染潜伏期发病潜伏期 这个你如果掌握得越即时 正确性就越高 因为我们都要靠回顾 靠去问她 可是问了以后马上要用 这样才能好好用 所以人实力竟然是疫调里面的最关键的 那第三个就是说 人民跟政府之间有信任就是透明 不能说只有一方知道 另外一方不知道 那所以揭露本来是透明最需要的 今天我们对中国的疫情最不放心 就是说它真的是不透明 你看WHO的专家团去了 连武汉都不能去 那你要调查就是要调查污染源 那污染源都去不了 怎么去了解真相 好 所以回过来 如果我们的社会在平常 有养成足够的复兴 我们的社会不只是政府跟人民 人民之间 这个要有我们俊豪老师讲的这些 健康势能的知识 不然他就是恐慌 他是不知道 明明1.8公尺就安全了 那我家0.18公尺 那你也说我这个 这个心理就会造成说要不要公布是一个 但是你公布以后大家是不是警觉更高 那每个社会不一样 那每个社会不一样 新加坡跟香港是相当程度的公布 他那个民间自己化或是他的这个卫生单位 他就可以把没有说一定是那一个家户的事都可以标示 那是他的社会我们不能每个社会不一样 可是呢我觉得说我们要不要用这样来提高大家的警局 有没有多余的效果 我觉得有限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大家已经都戴这样的口罩了 戴口罩到处走的行为已经告诉我们 大家认为全台湾美术都很危险 那你再告诉他说某一个地方好像危险有意义嘛 所以这个在争论这个时候 其实如果政府也把这个讲清楚 就是说我没有办法提高你警觉 然后把它制造更多的恐慌 那让我防疫更困难 那当然可以 可是经过一段时间 事实上是可以 好刚刚我们一再的谈到就是 开学对于防疫是如灵大敌 那么曾经在SARS期间担任专家咨询小组的成员 他也曾经是台大公卫学院流行病学 与预防医学研究所的教授金传春老师 他提醒大家 其实呢与其一直在关注就是开学会怎么样 我们可能要面对的是 目前最当务之急的棘手的难题 就是那些台商 就是如果说他已经是在中国大陆 或者是whatever香港就是工作 他如果要回来的话 我个人认为说最高的危险群 不是所有现在你讲的那个学校 而是那些台商的家庭 目前台湾的data很清楚嘛 你high risk就两种人 第一个是import 第一个第二跟他亲近的家属和朋友 对不对 所以那些人回来我们就要求他 就是不要换机 不要到其他的机场去换机 你就是直接从大陆回来 为什么那我们就可以做 做这个很好的隔离和检疫的工作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这也是专家顾问团 那时候就反对说中国大陆你全部停航 你全部停航他就去给你转 你那时候更难更难管 那所以你不如就是 你就是这五个城市 他进来你就好好管 金传春教授他更进一步的说明 要怎么样才是他所呼吁的话对重点 我们一起来听 我刚刚认为他们所说那个香港 那我是认为说他们香港和新加坡 比较是外来文化 已经就说有一个程度了 那我觉得华人是 你知道等我一次 你看你看那个家长 他要下礼拜开学 你看那个电视上 全部都在讲说家长很担心很担心 对不对 他就会认为说 那个很少数的就是我 其实你所有流行病学的data 很清楚嘛 小朋友得到的case number 非常低啊 对不对 然后台湾的那个重症 说实在 所以我才说他们应该要整个去调查 那个重症和死亡的 就了解他为什么是重症和死亡 那台湾其他的病例通通都是轻症嘛 那你根本就你家长 那又台湾其他病例没有小孩 对不对 所以就是说即使 即使大陆有小孩 其他有台湾病例没有小孩 那可是我是觉得家长就很久 我告诉你 你得肠病毒的几率恐怕还比得这个武汉肺炎高 对不对 然后你做了这件事情把流感的 台湾现在目前是flu的season嘛 就是人流感的season 人流感对台湾的伤害更大 我不是说武汉肺炎不重要 可是我说你在整个做公共卫生 你看那个美国那个 他对于美国的疫情的那个拿捏度就很清楚嘛 不是说你只focus 那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 我们现在很多的东西 我们的执政党跟中国大陆是对立的 所以中国大陆疫情就一直大家一直去拨 其实我个人认为说 台湾对于自己内部的疫情 它的global responsibility更大 武汉的疫情再怎么样 是中国大陆去要对全球军负责任 那我觉得台湾的那个禽流感 如果万一的禽流感变异 传到别的国家 我们的责任大得不得了 而以政府出面 然后就是临近的国家彼此的联手 他提出了一个做法 他用这个做法来预请政府 我一直都呼吁说应该两岸四地 再加上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75%是华人 然后这次也受了很大的经济的影响 我是觉得这几个地方 我觉得应该是开专家会议 而不是等WHO去开专家会议 可是我个人看到说 你看那个北京 它一直都发生那个医院的群聚感染 很可惜我们台湾 很多这些东西都我们当初都受过苦 所以我们一看到他们这样 然后医护人员 然后那个去世的李文亮 他口罩都戴错了 因为他把N95放在外面 然后他把那个surgical mask放在里面 然后露出来 所以他的密合度不够 所以有很多这些东西 我就是觉得说医护人员 医护人员是拯救病人的 所以我一直认为说 这个东西是应该不应该有政治的鸿沟 我们刚刚谈到了一个关键就是高危险族群 那高危险族群呢 其实在流行病学的统计里面 确实这种大型的新兴的传染病的 青少年孩童的感染率确实是蛮低的 可是这往往是因为疫情刚开始爆发的时候 通常学校会是第一时间反应 就是暂停上课 甚至是学生延后开学 因此大部分都是成人感染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在这里 那至于在病理上面和病毒上面 这个流行病学上面的研究 这个都还有待后话 因为比如说过去像SARS期间 其实SARS到后来是天气一暖活 就完全被消灭了 而MERS在台湾 其实我们是这个 我们几乎不太在提的 好 那于是呢 我们其实就拿SARS来看好了 SARS对于我们 我们可能必须学起什么样的教训 而甚至是这一次能够成为有意义的参考的 并且这个高危险族群呢 其中包含了可能宗教性的聚会 学校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那就是监狱 那到底我们可以怎么做 接下来发言的这一位教授 他是台大公卫学院的健康政策 与管理研究所的所长 中国标教授 他这样说 那我们今天呢 我谈两个地方 就是我们只提一 在发生这个前后呢 我们怎么样做通报调度 物资的控管 还有指挥系统的重建 以及呢 居家隔离的事情 那医院内感染呢 我们后面再做一个简单的陈述 首先我们来看在这些访谈的过程当中 我们整理到什么样子的结果 那我们透过的是一个办结构的访谈 问的是这一些当时参与的这些主要的对象 那我们问他们在角色功能的扮演 他们怎么样做决策 还有呢 他们怎么样运作这些指挥的系统 以及呢 在指挥系统当中 有什么样子的建议的方向 那因此呢 我们得到的这些结果 那当然这些都是在2003年 17年前我们做的结果 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在通报的地方 一次个案的通报 是重要的地方 那会发的时候呢 故省署行为各个单位 医院发行一次办理的时候呢 呼应对外发布新闻 这是看到的 另外呢 要设立一组专职的人员来判定工作 卫生署可以需要跟健保署的结合 另外呢 这个CDC 可能有一些资讯 没有办法掌握健保署可以帮忙 GDC的人手不足的等等 在通报病例审查的时候 这边提到通报的措施跟通报的执行 那另外这边就有提到一个 现在也碰到的问题 流行病学以防疫为目的的定义呢 跟临床的定义呢 可能会有不一致 寄压大量未判定的个案 所以这个现在可能也会看到 那因此呢 通报案例的判定 可能是严重的 可能是危险的 通报案例会导致地方的压力很大 民众被通报 就要以初急诊室 会增加的这些负压病房等等 所以定义跟急迫性也是相当的重要 另外呢 在通报的流程上面 医师有通报的义务却没有使用资料的权利 另外医师个案的判读呢 是医院不愿意把病人的资讯通报给CDC或卫生局 这个贯穿的管道不通畅 通报的格式一变再变 地区医院通报的时候呢 感染科的医师 看不复事就要变回家 相关的词汇 通报只有新个案 死亡个案等等 治愈的人数没有通报等等 那另外就是资讯的这个部分 CDC的系统没有被挑战过 这个通报大量的时候呢 会塞车 还有提到CDC的这个增测系统不够敏锐 电子病例 要加速推广 病人就医的资讯 什么样利用健保的资讯 产生一些省下来的这些时间 那另外呢 就是健保局在病床调注的这个部分 由规划 原本是由卫生局调注 但是发现到 执行的时候有困难 那调注上 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台北线卫生局等等 都会有一些病床调注的这些问题 那另外提到 指挥系统的不法一条边 那副药病房呢 收治了一些TP的病患 TB病患占了隔离病床 阻挡收治SARS 所以这边有很多病床调注上面的障碍 那另外呢 医院不敢收 会怕影响营运 卫生局也有这个法令的这些规定 台北线的这些 当时的这个 资源的衝突 另外呢 要调注病床 卫生署尤其是医疗系统 但是跨县市的调度上呢 还是一个问题的部分 那另外提到SARS的床室条例等等 所以这边提到的病床调注的困难 还有就是分级医疗地区医院的这个不敢收病患 分级医疗是必要的做法 还有这个 医院收治SARS病患的补偿措施 所以健保局在总额的下面向医院说明 要做总额的调整 就这边提到 健保局要配合与否来决定经费的配置 这个 当然健保局后来整个呈现之后呢 才让这样子的部分 第三点呢 在这个物资的控管上面 防疫物资的控管 CDC负责 在这边有一个估算的地方 严松不一样 捐赠物资的控管 另外呢 这个物资控管不好 不符合规定的会送到医院等等 所以物资的控管会产生一些问题 还有就是需求的分配量 安全口口罩 跟所谓的防护衣的存量 CDC等等也在做需求调查 可是还是没有达到定位 另外这边提到ICU的这个 资讯中心的投入 还有这个整个的分配 存量的原则的订定 还有进口物资的这个呈现的部分 那当然从刚刚的这些 三大的结果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有这个流行病学 跟临床上面定义的不同 防疫的物资呢 要采取宽松的条件 卫生局会 受到这个配合 会影响到 受到县市政府的政治的影响 健保局跟医院的联系 还有呢 界定这个医院之间的转换的程序 另外呢 县市之间 就是属人还是属地的原则 也要做一个比较明确的呈现 把治愈跟 追踪要纳入通报的范围 平常有CDC 必要的时候 召集病例的判断 健保局善用这些资讯 等等 另外病床的调度呢 这是一个现缺 在跨县市的这个地方 需要我们编制的考量 分析医疗 跟发烧灾病 但是这个功能 只是要非常的小心 那另外就提到 怎么样做SARS的补偿措施呢 健保局应该提到 宣说明 消除医院的疑虑 才会赢得这样子的一个配合 等等 物资的控管 这个太严格的时候呢 会有分配不均的问题 进口物资的管制 也是要再进一步的呈现 那还有呢 就是看到我们一个叫 居家隔离的这个概念 台北市有分成A级B级的居家隔离 但是发觉到 真正发烧的人 其实非常的少 所以在居家隔离的地方 要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这个做法 所以统整了刚刚的这些事情 从个案界定 从通报 从这个病床 从这些 整个病床的调度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这指挥系统的地方 有十个存在的问题 第一个 决策的资讯不足 第二个 医院配合的困难 第三个 资讯的收集跟利用的落差 你收集了未必真正的利用 第四个 非专业因素的影响决策 可能有一些 政治各个县市地方的考量 死惠系统的混乱 授权分工不明 媒体的 宣传不佳 还有政治的纷扰等等 这些东西是 在没有一个一条边贯涉下来之后呢 所存在的这些相关的一些问题 那这边提到 决策资讯系统要有一个长设的这个部分 因程度来提升 从7DC到卫生署到跨顾会 那要做一个最坏剧本的一个演练 要缩短资讯的需求等等 这是一个看到的地方 那另外呢 从这个SARS的居家隔离 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些事件 那也是一样 我们用出面资料跟深度的访谈 这边是以华昌国宅的这个封接的这个事情来看 那这边就提到 居家隔离 有些是自动隔离 强制隔离呢 跟企业的使用不清楚 那居家隔离跟劳工的冲突的时候 还没有一些规范 怎么样彻底的执行 这边是一个很大的部分 那这边牵涉到 居家隔离牵涉到这个 人权的部分 卫生局、民政局的这个介入 会有法源上根施行的问题 台北市也动员了这些志工 甚至是宗教团体的志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来源的地方 怎么样掌握名单 怎么样做这个集中隔离的这个地区的掌握 土地空间 中央地方的调度 还有卫生局、环保局的这个各社的清理 就灭菌 这些事情都是一个 公教人员的这个共同员 企业界、学生、游民、邀请主、富安养、中兴等等 所以这些东西的这个资讯的建构呢 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部分 那华昌的这个封接 其实也是第一次的碰到 所以我们欠缺的一个SOP 协调上面的这个不足 另外这边就看到 在这个分工上面 会有人力的这些资金 跟社会局之间的这个摩擦 需要再做进一步的这些的调整 在节目的尾声 我们要一起来听一听 就是所谓 危机就是转机的一些具体的想法 成为自己觉得相当有价值的 是来自台大公卫学院的副院长 陈秀希教授他所提出的 其中第一个呢 是为了来解决我们现在的 这个防疫的能量 可以 防疫的能量或许有限 然后并且是善用 就是我国很重要的一个 技术的产业 就是大数据的分析 陈秀希教授他提出了一个 怎么样让产业 跟我们的这个防疫的能量 甚至是使用危机 成为一个产业的契机 这样子的彼此的结合 我们来听陈教授他的分析 就我们今天的大数据的物联网资料 物联网的结构这么发达 韩国日本也都一样 这些欧美国家都一样 难道我们在机家管理的过程中间 难道我们在这个所谓的这个 这个有限资源的这些医疗机构 难道我们不能够使用这些物联网的这些机构 透过营端的技巧 透过大数据的东西来产生 今天不要禁忌理的接触 而就可以减低这一个COVID-19 它的传染能力 而可以让我们的企业 我们的观光业 我们的其他受影响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采取另外一个 在院长第一次就跟大家讲的 如何能够把这些危机变成转机 我们需要思考 台湾不是没人力做这件事情 而是我们需要企业家大量的投入 来思考这些 而对台湾的整体的企业大数据资料 特别是对健康企业来讲 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 所谓的这样的一个转机 那么民众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可以协同政府 以及企业 以及NGO组织的努力 我相信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也可以提供给世界 其他国家做一个标杆 跟所谓的这样的一个 行业上面的一个点换 并且进一步的陈教授 依据这个新冠肺炎 他过去的发病的记录 来提出了一套 就是可以让检测更精准 为什么更精准很重要呢 因为新冠肺炎 从开始发展到现在 我们发现超级传播者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他完全没有任何的症状 他没有发烧 他没有咳嗽 所以他没有警觉性 他继续在家里面做饭给大家吃 甚至他到办公室 然后甚至是他会 这个到处爬爬灶 在他没有发病的时候 新冠肺炎就已经具备了传染力 这个就叫做超级传播者 那对于这样子的 超级传播者的检验的方式呢 我们现在当然是透过 相当科学的方式 可是这个的时间是相当的长 而且能量也相当的有限 所以这个台大公卫学院的副院长 陈秀希老师 他这样子的提出一个做法 他的Fever在湖北这边 只有43%的人是有发高烧 那就是苏大神医师 为什么一直要降低温度 因为我们看到Covid-19 在后期的病人 有很多的是没有发烧的症状 但是呢 他们呢 在下呼吸道的症状 以及上呼吸道的症状 两个都有 所以这件事情呢 非常的厉害 在上呼吸下呼吸 只是出现的症状 会因为不同阶段的症状 所以我们交叉了 比对了这些文章之后 再把台湾过去做流感的资料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必须在今天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上呼吸道的这些疾病 除了今天新型的这个Covid-19之外 我们还要负担一个 我们不能够把这些肺炎 会引起肺炎所引起的流感的 这样的一个疾病忘掉了 而牺牲这些人 而这些人如果也因为这样而失掉生命 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呢 把它呢 资料呢 把它萃取完之后 透过大数据资料的模拟 先排除有发烧筛情的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发烧筛情 台湾也做得很好的 境外组结 即将管理 先从大资料部 过例出发烧筛解 没有发烧筛解 没有发烧的人 他有其他症状的人 利用这个资料的模拟 可以产生 各位可以看到 从下呼吸道 到慢性疾病 到上呼吸道 到前身危险的这样的东西 去建立它的分数 然后分数完之后呢 各位可以利用 即使是个人 也不需要在很多人的协助之下 自己可以计算自己的危险分数 好 那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就可以建立 在不同情况之下 从个人到劫测 以及资源利用的 凝界时分数 以这个意思来讲 这个工具 如果在40分的上下 可以达到敏感度跟近线度 在这个机器的演练 在这个模式演练之下 达到90%的敏感度跟90%的特異度 当然特異度可以在升高 来帮助领床医师 做更正确的 以及快筛更正确的 第二阶段的诊断 陈伟非常感谢 各位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在距离 这样子的这个新冠肺炎 它离全世界的大流行 大爆发这样的风险 越来越近的当下 我们怎么样可以先发致敌 这个敌呢 不是任何一个国家 而是这种病毒 我们可以来怎么样 把这个风险提前的看见 于是做出了整备 甚至我们实际的作为 已经开始对它防堵了 这样子的一场战役 其实没有人 是局外人 今天的这样子的内容 如果对各位而言 大家觉得可能有一些地方 因为它的专业性 或者是成为在收入的时候 不见得这么的清楚 非常欢迎大家 再一次的上台大风险 社会中心的官网 广播的专区里面 它可以随选随听 放在YouTube上面 大家依据自己 有空的时候再听 甚至请您 在台大风险 社会中心的官网 所看到的这样子的 这样的音频 请您把它转发给 您正在该个领域的 产业界的朋友 或者专家 让大家一起来打赢 这场战役 陈伟在这里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喜乐 这个节目 是我们跟台大风险 社会中心所共同制播的 下周同一时间 空中再会了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